大家好,我是阿川修车 这期咱们要分享电动车 为什么有些顾客更换的电池可以用到两三年 有些客户他用的只有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已经坏了 这个其实总结为一点呢 就是一个充电保护一个措施 那么这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 任何一款电动车不管是大型小型 还是任何一款电池 包括牌子它的好爱 对电池充电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那对电池它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好处 包括一个寿命延长的一个作用 这体怎么各操作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 电动车使用这个电池它的一个充电致命箱 个人总结为三点 只要这三点呢 咱们一般可以避免还有注意 那么这个电池它的寿命 绝对可以起到最佳的这个效果 寿命延长 那么具体是哪三点呢 第一点也就是说 咱们使用的这个充电器它的型号匹配 第二点就是咱们来控制它这个充电时间 那第三点呢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充电器 它的一个老化问题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点 每个电池它的电压有 大有小有36有48有 60有72有96有更高这些电压 那么每一种电池类它有分12安20安 包括更高的这个容量 每个容量它匹配的这个充电器也是不同 咱们就以48弧20安这个电池来为例 给大家讲一讲 那如果是48弧20安 它就由四个电池组成 咱们主要的这个标配型号的充电器 就是要4820的 这个才充电才可以起到咱们电池充得饱和 而且跳灯不会造成过充 这些情况 那如果你用的是6020 或者更高这个电压充电 我可以很准确的跟你说 两个网上直接升充电升饭电 这个电池就完全爆灰 就像这样子直接充股充胀 充爆灰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电动车 不管有些客户啊 有些粉丝 它是完全没有这个常识 咱们使用了这个电动车 电池不管是有没有电 一开完了 它是直接放在那里 把这个充电器插头 直接插到车上 然后这时咱们的车子已经充满 它直接把它拔下来 又马上开走 这样就造成咱们电池不耐用的一个致命伤 而且非常的严重 人人都在放 咱们这个电池在充电都有一个温度 然后在骑行它有一个温度 当咱们骑行之后 要闲持10分钟到20分钟之后才充电 这时才可以起爆电池 它的这个寿命 那如果咱们骑行之后马上充电 或者是充完电马上使用 这样里面它的温度过高 骑行包括充电 这两种它的对立也会热上加热 导致它的这个寿命影响 寿命缩短这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值得咱们学习的一个问题 假如咱们没有注意了 这个电池 它的寿命只能用到一年到一年半 那么正常咱们避免的可以用到两三年 大家想一下 这个对寿命影响是极大的危害 第三点 也就是说咱们使用的这个充电器 一般一个老化问题 正常咱们这个电动车 随便都要开个三四年 四五年或者更久 那对于咱们使用的这个电池 正常也就是 它的寿命在两三年 那两三年过后之后 咱们更换了这个电池 那有些顾客 高过一些粉丝网友 它这些充电器 它都不更换新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 很伤害电池的一个问题 首先充电器 它的电子元件里面 都会出现一些老化 或者是坏掉 散热问题 那这时如果新更换了这个电池 咱们没有进行好一点的 这个新的充电设备 这时它就会增加电油 跟这个电压过高 导致冲到电池里面 会造成冲股 冲胀抽搬汇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在更换电池的同时 要把这个充电器一起更换掉 这样才可以确保 咱们电池耐用耐齐 而且它的寿命绝对有保障 有保护 通过咱们这几点 常识 在使用电动车呢 咱们这个电池随便用两三年 或者三四年 四五年 是绝对没问题的 相信大家对这三个知识啊 好多人一直是在犯的 而且是常常没有意识到 这个才会造成咱们电池损坏 一个最大的因素 致命伤 大家是要切记 那通过咱们这几点呢 主要做到最好 咱们电池寿命 也可以延长多一年到两年 而且投入的成本 换电池 也要减弃一半这个价格 大家想象得到 电池是最贵的 而且它是有寿命 只要几年换一次 但如果咱们这样 如果它的这个措施做好了 咱们更换的电池激励 也会比较低 好 关于这个视频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有帮助 咱们顺便就给个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